經過三年社歸司 用心規劃 還有社區人力投入 共同打造這條復興老樹的廊道 清幽環境以及一座流水魚池 加上步道綠地 在喧囂的市區內 成為民眾解憂放鬆的小天地 所以附近的民眾紛紛表示 跟以往雜亂的景象相比 猶如天壤之別 原本就是雜草重生 現在是紅花綠葉 這樣你會比較吃雷鞭 我一天都在那邊走 是一個花圃 只是沒有這樣規劃 現在有規劃嗎 現在規劃 看起來比較整齊啊 漂亮啊 心情呢 心情很開朗啊 現在 以前看起來就沒有這麼漂亮 現在滿漂亮的啊 有要下班都會來這邊看一下 來看那個魚啊 環境老婆媽 要做一個公園 怎麼會不然 不然開花的景點 我總之也說好 這個基民他同意 我們才會做這個 這個 所在這樣 來整頓起來 這樣子上來做到三角 有啊 我們園議員也幫我們做三角 跟基民大家搭工 改水 說明說 這是要整頓這個環境 要做給大家有一個休閒的好處 讓人可以來這裡建築 來這裡看魚 帶一些小朋友來這裡 這樣構成新的基點 大家就非常開心 記憶嘛 非常的認同 有了縣府的經費補助 社區規劃師的用心安排 加上社區主動加入討論跟施工 營造優質的休閒環境 不但獲得各界肯定 也能作為縣內其他社區的觀摩榜樣 守望鄉住的桶子也進來 是成為宜蘭縣的一個地標之外 裡面的整理都非常的棒 現在是精進版 有那個水池 還有這個座椅 還有利美化 那附近的基門大家都很高興 因為在賓榜市 在這裡是久沒有路頭去 就來這裡開港 晚上守望鄉住過來這裡乘涼 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那宜蘭縣 假如每一個社區 都能夠做到這樣的話 不但能夠增進居民的感情之外 更能夠享受到利美化成果 大家休閒得愉快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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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